解放军打持久战是有一手的 普京这次来华很可能就是想当面取经 俄罗斯现在已经全面发起外交攻势了 在中俄民众共同期待之下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降落在中国北京 开启了他新任期的第一次对外访问 大家都在猜测这次普京来华会与中国高层探讨哪些问题 又将达成哪些共识呢 最后的结果咱们还需耐心等待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中俄关系在普京新任期内必将会更加紧密 而且涉及的范围会更加广泛 从普京访华前对国内政府高层的一顿大换血的操作来看 兼顾经济与战争是普京之后执政的重中之重 而要论打持久战 解放军在这方面可是有充足的经验 因此不少人认为普京这次来华很可能是来当面取经的 但是中国历史经验积累的那段历史与俄罗斯现在的国际环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那具体问题咱们还得具体分析才行 当年在面对速战论和亡国论这两种社会压力之下 解放军进行了有力回击 抛出了要打持久战的战略定位 在经历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之后 解放军最后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彻底赶走了日本侵略者 要是按照这三步走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目前应该是处于第三阶段 也就是战略反攻阶段 俄罗斯如今在前线几乎是展开全线进攻 不断突破乌克兰设置的前线防线 前几天有消息传来 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展开猛烈的攻势 在俄军密集的空袭之下 乌克兰已经撤退至新阵地 但是要打到什么时候 什么程度俄罗斯才肯收手 这又是一个问题 但是与中国当年的处境相比 俄罗斯面对的远不止乌克兰一个敌人 而是背后整个美西方以及北约集团 因此俄罗斯的战略反攻 不管是在危险系数上和难度上都大不少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 俄军现在的军事实力也比当年解放军要强很多 所以整体上来说 普京如果真的想要向中国来请教一下经验的话 那肯定会有让他惊喜的东西传授的 当然了 这种正常的军事交流肯定算不上什么军事上的支持 是不是 普京自然也不会将这种话放在台面上来说 如今俄罗斯新防长走马上任 不出意外的话 中俄防长之间的会面应该马上就会来 中俄之间互相分享经验 加深军事互信 本就无可厚非 就像这次解放军不还是派了20名军官去日本自卫队进行访问了吗 所以美西方再不愿意 那也只能是打碎后操牙 往肚子里咽 普京来华之后 不少人也认为普京的下一站或许已经敲定了 很可能就是去越南 能产生这样的猜测其实也在清理之中 越南前不久刚刚推迟了欧盟相关特使在五月下旬的一个访问计划 当时就有人认为信号传递的非常明确了 越南这就是为了迎接普京做准备 而且越南也有意加入金砖组织 俄罗斯今年正好是金砖的轮值主席国 这更是加深了这种猜测的一个准确度了 对于把重心放在远东的普京来说 对越南以及更多的亚太国家展开外交攻势 很可能就是他接下来的重要打算 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